波音737 MAX已经全面停飞 目前事故还在调查中 因此短期内付飞无望 同时波音还面临着两大难题 将取消此前计划的航班 还要为停飞飞机找地方放置 并支付一大笔费用 美国西南航空就做出一个罕见的决定 将展新的飞机封存 但此举可能会让面临同样情况的 航空公司效仿 3月23号 美国西南航空就开始处理停飞客子的行动 将八架崭新的737 MAX飞机 迁移到沙漠封存 封存地是莫哈维沙漠中心地带的一个机场 这是目前最节约成本的处理方式 莫哈维沙漠机场是著名的飞机坟场 很多老旧推移的民航飞机被抛弃于此 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是怎么将飞机转移到那里的 再不清楚该公司是怎么将八架飞机 转移到沙漠机场的 但清楚的是 如果没有美国联盟航空管理部门的批准 擅自起飞停飞飞机属于违法行为 737 MAX在2017年5月开始交付 基本上所有交付的该机型都是崭新的 事故的两架飞机飞行记录也很少 美国西南航空将崭新的机型投放到飞机坟场 也算是创造了新的记录 事实上 被送入莫哈维沙漠机场的飞机 基本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零部件或许还有利用价值 不知道崭新的737 MAX要在这停放多久 如果可以复飞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经问题出现 美国西南航空的举动会引起更多航空公司的效仿 将会有更多737 MAX被送入飞机坟场 所有人都为波音捏碗汉 但是波音似乎仍然泰然自若 在经历全球停飞后 近日 韩国宣布拒绝接受计划在4月份交付的737 MAX客机 利民也宣布取消剩余未交付的订单 即使这样 波音能坚持继续生产737 MAX飞机 生产线似乎也未进行调整 不知道是对该机型自信过头 还是想做最后的征扎 平时波音遭受损失 全球航空公司也遭受巨大损失 最新消息显示 因为这次事件 全球航空公司都取消了数千个预期航班 后续航班安排也受到影响